嘖 會丟三分 我先拆炸彈 嘩 你們死踩婆 不要亂射啊 嘩 神經病 拿槍 吐我 活該你死啊 吐不中 別動啊 八公 嘩 還有人 撿個子彈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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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置就是屋冠露汁 還有浸泊 止血劑用來治療傷口的緊急型血劑 崩打有上藥可以簡易急救狐狸 今天差不多了 時間剛剛好 輕輕鬆鬆 最不一下爆流是什麼 你最緊張哪裡玩還是射頭 最緊張我會射胸口 你可疑啊射頭 自己應該用那個指 什麼止血劑不要給祖舌用 平時急救狐狸 平時被針拍就算了 好 那些潮文差不多了 今天讀一位姓趙兄弟所說的潮文 就是這樣 跟一個女兄弟出街 誰知道不時盡路 話說早前跟女兄弟出街 我們都是住達叔所港的偏遠地區 所以就索性約旺過去逛街 誰知道這一天就把我的不時 告訴你 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會合 叫他在E出口等 誰知道我到一會兒還沒見他 於是就打電話問一下 喂你去到哪兒 B出口 到了 唉 都猜到差不多是這些劇情 E出口 B什麼 E for 8 他怎麼來之後 那一會兒還沒到 於是我就打他問一下 然後他就說 糟了 E出口怎麼來的 好像找不到 我的貓 旺角利鐵站有多大啊 這都迷路 我來找你 說完這句 馬上覺得自己很Man 很型 男人風範 這次還沒到我 再承認 一頭金帽 配以白色上衣 加一條黑色長骨 MK得來又帶點清純 風格和衣著完全不搭 不過就我而言 加一副黑框眼鏡 也算是可造之才的 第一集就帶了他去信和 看看毒野走走走走 身為毒丁的我 這裏當然是我主場 一邊看的時候 一邊聊聊天 走一走之間 我最近迷上了 阿信屋的桃肉咖喱 阿信屋的桃肉咖喱 真的很好吃 這些桃肉 是好吃 又好甜 誰知道我小時候 吃到會口癢的 我自己說完都好像有種少年色神的感覺 誰知他又呆了呆 吃肚怎麼會口癢的 你怎麼吃的 他一面而說 哼 少年你太年輕了 讓我教你吧 什麼啊 就好像蘋果雪梨年皮一咧啪在嘴裡 我一面自豪地回答他 誰知他無緣無故失聲大笑 笑到全層的人都望過來這邊 哈哈哈哈 傻仔 哪有人會吃肚臉皮吃的 要去皮才吃到的 當然吃到你口癢 哈哈哈哈 他一邊笑就笑得好像達叔一樣 啊啊啊啊啊 在說這句 這句話大聲到上面四樓AV帽 叔叔都聽到 哈哈 是嗎 哈哈 已經有不少人抱以恥笑為目光望著我 這下呢 真是做了真人關家姐 欲哭無慮 行術禍走多久 他就笑多久 笑到氣喘加面紅 我怕再這樣下去 會笑到懸直 決定帶他去朗豪芳 過了冷河 身為MK型獨丁的我呢 對朗豪芳來說可以說是另一個 加 這麼好做不到我主場 就好像大香你出省一樣 周圍看看看好像很新鮮 不過有型有款呢 就做導遊 殊不知他突然問了他 喂 阿X啊 你知不知道朗豪芳一共有多少層啊 大鑊了 這個問題呢 一向都沒有留意 加上沒有興趣 這個時候呢 回答呢 又不是怎麼好 不回答又好像很不 所以決定蒙運過去 哈哈 濕塵了 我都覺得自己回答得很有自信 他過了幾秒呢 繼續周圍看 無故又再一次失聲大笑 哈哈哈哈 智障仔啊 知道明明有寫幾多層 最高十三層啊 他指著電梯可以看到的位置 那裡真的大大的字寫著 啊 還有樓層的數字 他又笑到失控了這樣 在說我好不好不 到現在等車都還在笑 我再怕他笑下去會失禁了 各位BARDA 我應該怎麼做好呢 今天都差不多了 其實這件事 如果是這樣 你應該不要再約他去街 應該怎麼做 第一時間 你自己坐地鐵 我有事走 那有什麼 這樣都可以笑一頓 那個人 笑點都很低 那個女生 除非你喜歡笑點低的女士 你可以考慮繼續跟他走下去 那就差不多了 明天再繼續吧 明天見 完